春風到人間花開頭 坐上時光十四座 又向四人合花滿月樓 一起在大院遊樂 收麗百花 塞滿絲絲樓 主持 鱷魚 仙人 孟里浩 好 第三節的大院遊樂 再介紹多一次 我在旁邊中間的潮州飲食文化 是拔人 困歌 OK 不可能不講打爛 是 有時去九龍城 都不介意講完去創法 去創法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在門口裡一碟碟 很多不同的 應該是一盆盆 好像盆菜 可以盆菜 然後你出去就點了什麼 回去弄什麼燃 有些是冬食的 不不用弄熱 有很多都是坐着的 大大话说有60-70道菜 应该差不多 有很多客户 是的 其实有很多款式 但是看下你自己好像当 当酒店那样 自助餐 吃泡飞 但是其实很多样东西 根本未必是我们潮州东西 例如猪皮萝卜 其实门线鱼 咸菜门线 真是正宗潮州的 是不是有卖萝卜来炆的 有些萝卜 鱼滑那些 那些东西 鱼滑 潮州人怎会做鱼滑 鱼胎也做鱼蛋 是的 是 是 是不是 其实有些是不是的 只如说 冻鱼那些 叫做吃新鸡 是 是 喂 其实真的值不值 其实你既然这样说 这问题就是大家研究一下 我有时都不想明 有时 虽然湾仔那间酒家 我都认识他的老板 也很友善 但我有时都不敢坐下 叫一只冻鱼 真的很贵 四位数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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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 鱼而已 你记住 其实你出去街市买 这么大只的鱼呢 最多四个水 顶磅的 是的 就是四个水的鱼 为什么要吃呢 其实是师傅的刀工 你是不是觉得 拿着 它出来的时候 是整只鱼给你 那你揭开了 各日逐样逐样 拿 吃完之后 你可以砌它 是 还吃大堆鱼有什么分别 那些鱼呢 我就会觉得是怎么样 譬如有时我们去买花鱼 花鱼我们回来煮完 做别有些水的 是 它反转来蒸的 是 但是我们发觉 它那些真的抵抬了鱼 肉抵抬到 那些鱼都不满了 真的确定是很抵抬肉的 是 我明白那样东西 可能它来货是好的 但是你煮 我试过怎样煮到 蒸熟也好 跟着炭冻也好 放进宿柜也好 如果你说我刀工 我就真的没人吃了 吃新价 真的吃新价 就像鵝片那样 喂 你说鵝片好吃还是鵝片好吃 你去吃鵝片 只会是 真的吃新价 不用捏骨而已 嗯 现在好像那些海南鸡 没有骨 怎么为之没有骨 原来你起了骨 另外有一样东西 在西营盘 带到西营盘 那间又是好乱巴乱 在那间潮州打烂门 又停了路斯来斯 麦兽 麦兽麦兽 听说他们吃响楼 潮州响楼又怎样 这么乱巴乱 我又拗了头 响楼我又不知道 好像 富忌 那时在上海街 骚髒骚 一条长桌 你们又拉下去吃 骚髒骚 骚髒骚 一样是什么 嘩 逼逼劫劫 你一边吃 后面是顶着你 你以为你吃得很安逃 嗯 潮州刺呢 潮州刺呢 你几位大哥 是不是很喜欢吃它 你也 喜欢它一梳梳 是否吃 吃蜡粉 其实潮州刺呢 我知道呢 就是有两只的 嗯 有一只呢 就是真的 三角形 小小的 嗯 我一叠上 哇 我想我这么大个儿子 我不知道吃过两次 是 但现在我都在外面看不到 那是勾厚 不是勾厚 那个梳仔 是好像叫梳仔刺 但是它真的 三角形 他直接找过那些什么 找个盆 夹着来蒸熟它 我不知道 总之 哇 吃完之后 我到现在 我这么多年 是在潮州酒家 以及一次在金堂 金堂上海街金堂 吃过一次 全部收拾 我问一个问题 我没喝过一个 潮州人的饮宴的东西 上次我们的Gman Gman 就是香槟道上完 是 婴儿女白日宴 她后来放上海菜 招饮了头 潮州人 不分明 放上海菜 她是老婆在上海 她是报计了 行不行 可以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潮州人放酒 跟广东人饮宴的酒席 有没有很大不同的分别 在香港当然没有 在大陆也不同 在大陆 有些地方 就好像流水席 吃三天 是 吃到是 吃到是爆肚的 不是 可以去完畅 回去又去 吃三天 有些 就好像现在新式的 就这样下午5点多钟 摆酒 8点散 散 是 接着去卡拉OK 去什么 吃东西 是 就说有没有分别 我想大致上分别不大 是 因为 大家都吃刺 现在香港连刺都 有没有乳猪 我想留给这些 乳猪 我说有没有乳猪吃 乳猪吃吗 没有的 他不是乳猪 他应该用虾 蝦棗、蟹棗 那个评盘 海折 那些 其实很大体的 那个评盘 阿Nic是不是喝过 其实 大家讲起酒席 就是我们广东 就是我们普遍酒席 可能我们到最后 都是甜品 都是笑口祖等等 潮州好像有些 户角等等 很多用芋头做的点心仔 是的 或者是苏黎的点心仔 是不是他们特别喜欢吃芋头 我就是好吃 是 他们真的很喜欢吃芋头 很喜欢用芋头做的 即是一个芋饭 是的 那个芋饭 其实如果这个时间 即是现在入冬 那些芋头 够粉的时候 你炒过芋饭 真是杀食 是吗 那你潮州的地 几粒花生 你潮州的地都很肥 种芋头 你知道芋头种完这边 不要就可以了 可能要种旁边 抽干了地 但是他喜欢吃而已 不代表他一定有 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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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给一些 刚才我们说的名盘 即是创法的盘盘 给一些照片 大家先看看 这人真是吃猪手 猪手 猪手 真是很多 为什么有冬菇 阿坤 你可否指点一下 哪些已经不正宗的潮州东西 那一盘应该是花生 是的 然后有些仓义 黑白色 整个太极 其实花生鸡脚都不是 不是潮州东西 是 港式东西 就是 硬拌下去 有时候 他搭着那些 肯定是潮州东西 这龙虾钓了几尺 这龙虾仔 那盘是什么 黑白 黑白色的 好像太极了 看不出 看不出是什么 我有一个东西 是否 那些龙虾是喜欢这样冬食 没有 我们其实很少有龙虾 其实最主要是 虾仔也还有 是 龙虾就很少吃 即是说 那些虾 我们有些红色的虾 其实打龙虾的意思是 不是说冬食的东西 而是 时令的东西 应该是食时令的东西 他是 你出海 你刚刚捞到什么 他们就上来 为什么叫打龙 打龙是潮州东西 还是 应该说 我们叫人 叫男 那你去吃东西 其实这个典故 已经问了很多人 但到现在 只不过是 那我们有吃 麦里豪是知道的 是吗 有几款 因为你有些资料 给我们看 有些在广州的人 就说他 在埋棧吃东西 有个叫打字 然后 去个男人吃东西 就说他这样打龙 然后有一个 就说在香港出来 就说 在皇后街前 有很多男人在开潮州当 然后有些 吃白黄餐 吃白黄餐 酒素 酒餐 那些潮州人很团结 整班潮州人就冲出去 那些契弟 有些人说是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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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的意思是 光顺 光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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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顺那些叫打龙 好了 再去这里看看 这个就是朱雀冬 我好想喜欢吃 我会做 你会做朱雀冬 我会不好吃一件事 你会不会做鯉鱼冬 你会不会做鯉鱼冬 不会 你教我 教我 他们好像汤那样 煮了鯉鱼之后 每个年都做的 我妈那时候做 起肉 刺骨 不 不剩的 剩鱼汤 剩鱼鱼 剩鱼鱼 蒸熟了之后 煲得很稠 是 就放冰 到第二天早上一反转 就像一个 遮掩 遮掩 切 但是鱼骨 一样有骨 一样有骨 有 还有鱼鱼 应该不打 不打 但是 我就没办法吃了 是 我闻到我自己 可能 不知道我是否 你是不是爬佬 我都不知道 真的 不吃 我的姐姐 没理由 很喜欢吃 是 那时候我老爸就是 那你说猪脚冻 都可以 是 其实熬到它溶化 湯结了 其实 如果最好吃 加鱼露 最好吃的猪手 是哪里 德国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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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那边 有一道猪手 我去那里吃过 有一次猪手 就是一个碗 一个锅 它就是 插到猪手很密 就 加一些 滷水料 汁 一路熬 下面是柴火 它就找一个碗 在上面一格 油一上来 它就液了 就像西 那一只猪手 我真的可以吃三碗饭 你想想 很厉害 人很有趣 味觉 是永久的 美智 你一触碰它 你就 立刻记得 你刚才说的 昆明和四川 是两个地方 不是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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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雲南 是的 那些村落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我都说 如果有机会 真的会再回到那裏 再看多个名本 这个是 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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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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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啊猴啊猴啊 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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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啊猴啊猴啊 猴啊猴啊猴啊 好 現在就是反沙湖了 你說是沙湖 反沙湖說笑點 很多香港人很怕吃 因為太甜甜 我喜歡吃很多 你不用啦 咖喱餅啊 喂 大佬 十口咖喱餅 一盒都十斤 大佬不要玩 吃下去 個個都頂不順的 哈哈哈哈 好 再去 這個就是鵝腸 鵝腸 鵝田 老水鵝 這個不是吧 這個是芬鴨 芬也是潮州人其中一個 是 潮陽 潮陽很流行的 但香港真的沒辦法做的 是 因為我們大家都以為是滷水 潮州的東西 其實分都是主要的方法 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還有一種叫什麼葉 用來炒雞的叫什麼 波河葉來的吧 不是 那種叫什麼葉 川椒 川椒葉 是吧 川椒雞肉 珍珠葉 珍珠葉 好香的 好 再去吧 這個不是吧 弄得到這樣 這個 煎蒼魚 蒼魚 蒼魚 但是很長的 不要說 你試不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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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醉了 怎麼樣 這是芥蘭芯來的吧 這是露筍嗎 我覺得芥蘭芯 露筍 斷古不是潮州的 露筍不是外國入口 這隻 好吃 薄荷 薄荷 但不是那隻漏椒 也不透明的 透明的才好吃 薄荷 潮州的怎麼說 薄荷 即是那些蜆肉之類 美智 這個法人不准 炭哥 是不是 正宗 走上去報吉祇 好 再來 炒魚麵 這些是用魚肉打枝在袋上 煮水 煮出來 那些 那些已經撈了很多 大家 潮州大哥 不要吵架我 我自己覺得 潮州的東西不是很貴 是 可以這樣說嗎 現在就很貴 賣到很貴 賣到很貴 有時候找笨賊 其實 你自己找笨賊 潮州話怎麼說 找笨賊 潮州話怎麼說 其實你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吃 像西餐 西餐不是一塊牛扒 只不過你覺得值不值得去吃 每一樣東西你不可以說它值不值得去吃 只不過你覺得好不好吃 你願意去吃 我自己覺得 像打冷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功夫 功夫東西來的 牛扒可以說到煎都是一樣的 但打冷 可能煮滷脆汁 真的幾十年 剛才我們出門網友都很討論的一樣東西 就是反沙烏 其實如果你試過在家裏做 或者在其他地方做 你就知道是 很麻煩的 你煮完那個糖 那個鍋是報銷的 其實基本上你只是芋頭和糖水而已 但你試試拿出來要離開那個火 在這裏鏟鏟鏟鏟鏟到手都軟 會成功到的 真是功夫東西來的 以前我們煮花生糖 反沙就糟糕了 那些花生糖都不能煮了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把糖膠還沒煮到透 就會反沙的 是的 OK 好 我們其實也訪問了在太子道 有一間打冷店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回來再講打冷店 各位還有 我們現在來到大南街的德法 潮州飯店 那兩位 一看就是潮州老友 一是老闆 顏先生 而一位就是德法的大廚 張先生 是的 那台面我們看到有很多打冷的食品 那不是我點的 而不是我點的 而是不懂得點的 我是靠我們一個族 又說Turbo哥 Turbo哥也是潮州人來的 就是他點的 那我給他一個buffing 我就說 喂大哥 如果你是潮州人 你通常點什麼東西呢 那他就點了一袋 老闆 你在這裏有多久的歷史 在這裏打冷家開了店 大約19年了 19年了 你之前不是做布料的 做布料的 那為什麼你會開一個打冷家店 想試一下嗎 想試一下 要找大廚來幫忙 是的 是的 我有一點點想問的 張先生 現在這些菜式 你可否逐樣介紹一下 給我們聽說 這是什麼 這個是露水山腸 露水山腸 爽滑 是 打牙 是 這個 震室潮州鵝比 是 超過10斤 這隻鵝 哦 因為太瘦了 我就不畫 我從哪裏入貨的 通常 老闆入貨 老闆入貨 這些雕塑是佛山 佛山來的 佛山來的 那你是不是自己走上去大陸 那裏面 不用 用一些入口箱 入口箱 好 那這個很明顯是 煎蠔餅 煎蠔餅 師傅我們聽說 是廣播來的 有雞蛋 有鴨蛋 一起拌來煎 是的 那蠔仔是本地蠔還是怎樣 這些蠔仔 應該是老闆生的 老闆 老闆 老闆生蠔 但是我想知道 傳統 煎蠔仔 他們說是用蠔仔來煎 香港有沒有改良度 那些潮室是半煎炸的 半煎炸 因為比較脆 是 還有那些蠔仔肥 大隻 水份粥 因為如果煎 水太多 煎出來是不涼 沒有外出 那我們是炸了才煎 還是煎了才煎 半煎炸 半煎炸 多一點油 煎 明白了 好像炸一樣 又煎 是的 但是我看到你炸完出來之後 半煎炸出來 不是很肥膩 香港人 不會 他們不會肥 OK 這碟 這碟是屍印 屍印 通常是怎樣煎炸 老闆太熟 又不會煎炸 一會兒不要開口 老闆 OK 蘸什麼醬吃多 這個 魚露 辣椒油 有 醋也可以 這碟炸到 菜這麼軟 是甚麼 這個是春菜 春菜 春菜 春菜其實是甚麼菜 不是很以前 是小的 大脆 大脆 是第二種 就是大脆 我聽我媽媽說 春菜就是豬腩菜 不懂 豬腩菜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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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腩菜是另一種菜 另一種菜 這個就是怎樣煮的 楊先生 用食人湯去煮 慢慢煮 有甚麼材料 除了春菜之外 有少少爛仔肉 男人 男人 這個一定是豬虹 豬虹 豬虹 這個是豬虹 不是豬虹 真實是豬虹 但醬汁這個東西很濃烈 是怎樣做的 這個是有些沙爹 滷水 有些 煎頭 起鑊包 明白 很多人要 老闆 其實我看到你 全部都是很多街坊的東西 是否都是做街坊生意 都是 都是街坊生意 那你平時一晚 大概由幾點鐘做到幾點 大約六點半開始 直到正常就十點零鐘左右 但這裡多很多宵夜客 宵夜客 慢慢 一步一步上升 我又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廚 大廚 我有一個尷尬的問題 問你 我經常都不太明白 為何吃潮州凍鴉會這麼貴 即是經常都看到新聞 那些蟹蟹 吃一隻蟹 千多二千元 為何貴得這麼厲害 其實現在都便宜很多 是 因為通常 現在天口比較貴 是 天口涼快便便宜 秋天的蟹蟹肥一點 肥一點 是 但是其實那些主法 都是就這樣 精熟它 即是攤弄的 那不是 那不是 它是隔水針 是 還有那些蟹有個大隻 起碼差不多兩斤 才好吃的那些肉 太小的那些不好吃 一般我們在市場裡 是買不到的 即是交貨 交韓貨多些 是 街市很少很多 明白 其實是因為雷貨少 雷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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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量少 工人量少 會不會跟隆近地區 大陸那邊有錢 他們的貨少來香港 他們要多些 令到香港的貨貨貴 有些因素 有些因素 OK 我不跟你訪問那麼久 看到這麼多攤動 就對他們不存在 我要吃 OK 我吃東西就不行 大家看 我們回到節目室再見 OK 阿Nick剛剛很心急 太土和了 走出去 繼續去談 剛才那裡就是 Turboing的店舖 城興隆沒有多遠 打眼的地方 我們昨天去都很急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是六點多 都很飽了 他堅硬給我們一張桌 我們來做訪問 所以我們收音 那時候有些暫音 給我感覺 這幾天 我每天都見到那些潮州人 他們真的很豪氣 我真的吃了 不用花錢 今天阿坤哥又說 吃東西 吃東西 叫東西吃 就是這樣 你們的脾性是這樣的 真的 不是的 老實說 開得食物館 哪會派你大吃 是不是 如果開雞豆就發達了 我開雞豆又不行 開雞豆我怕你不行 這是嗎 哈哈哈哈哈 最主要吃的 有時候做的事只是交朋友 對 是不是 你吃東西 真的吃東西 我覺得不是 大家出來交朋友 潮州人其實很小把的關係 你看 戃蠔那些 上通天文 下通地 那些四億探掌 那些也是潮州人 那你就想一下 有時候大家出來捱 做事比較圓滑一點是好的 我看到有些精神在裡面 你要明白為何我們的香港首富都是潮州人 我會明白一個道理 第一 你們真的很勉強 第二 你們真的很勉強 省家 很勉強 省又不需要省 你不肯省 儲不肯到第一桶金 是後面的省 是的 應該是後面的省 其實潮州人 就像我老爸那樣 他賺很多 我曾經 我老婆跟他這樣說 他說 老爺 你賺過一 洗過二 你知不知道我老爸怎麼回答他 我不知道花錢哪裡要賺錢 嗯 嗯 是嗎 對 喂 這件事又是 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告訴我 我也不懂怎麼回答 不好意思 大哥大人 你知不懂得說潮州人 剛才你說 那句話 你以前跟潮州人跟我說過 什麼 找過一 洗過二 什麼找過一洗過二 潮州人跟我說過 那你叫你真不懂 找過一洗過二 要潮州就直計 直計甚麼 錯 哦 潮州不夠路西 哈哈哈哈 潮州不夠路西 不料洗錢怎會懂得賺錢 原來他養了這麼多條化骨龍骨去賺錢 他以前散了這麼多貞蟲出來 這麼多貞蟲去賺錢 都不是全部貨蟲 莫理回通 是的 其實老實說 他們也是有他們那一套 就像以前有信用學院 真的是牙齒當金勢 潮州人真的是牙齒當金勢 但是你今時今日 國伙企問你 借著600元 你不相信我嗎 說得這句話不相信我 你真的不要相信他 是吧 真的 在逃走你的 不要說600元 6元雞都逃走你 我打一打斷 又是講錢這個問題 有很多人說潮州人特別難倒 是不是真的 起碼我自己認識那些 比國上的親戚全部都是 包括你國下在內都是有難度 不是 我們潮州人真是有一個拼搏精神 是 你要很老實說 你不 即是 可能我們是 做的事情時間太長 是 是 因為賭 因為賭 是可以隨時三五粒花生 撈下去都可以 喂 爬灘 是 是 是不是 即是有時 你是有時要找一些東西 橡筋拉到那麼長 平人心理 你都要鬆鬆 我們講到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三分鐘 OK 坤哥 你覺得 我們剛才也講了幾種不同的飲食文化 似乎在香港 特別是交到 我們的下一代 就難搞一些 應該都會是 應該是 是嗎 沒有人肯接棒 沒有 做餘限都沒有人做 應該說 應該說現在那群人 可以說 你就算是 現在要教的 外光老的 即是好像 那時候英國政府 派誰來他都可以管 我們現在中國政府派甚麼人來 都管不了 是 即是自己的 子女一定要被人教 現在就好像 你說叫我的子女跟我做食物行 他看見你那麼辛苦 他就不要搞了 是 你也不想他那麼辛苦 如果是他們讀書的 沒有所謂的 是不是 他們轉行的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 對不對 但是 不同於我爸爸那一代 我爸爸那一代 他做哪一行 你就要跟他做哪一行 其實有好有不好 起碼幾把刀在你身上 你隨時可以拔出來用 是 但是 到他們那一代 唉 疑孫自有疑孫福 他們自己有方法搞定 但是其實很多 香港的 真是工藝 或者手作的東西 真的失去的 還有中國人始終都是 留一手 是的 留一手 你的兒子你不會留一手 不過他不肯做 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 傳仔不傳女 是的 但是 不到你說的 現在就算你肯傳 你拿著手來教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他們不肯學 不肯學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外面的人 就想叫你去教 嗯 你有沒有教外面的徒弟 很多伙計都跟你學在外面 讀多一面 不是 我 剛剛開 在黃大仙做 我和積訓局都一起 做過一些培訓 是的 希望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他們做不到 真的要做的廠給我 但是 好像培訓一些 留面 教他們寫單 我做到 我都是這樣做 好 OK 我們在臨走之前 我們預告一下 下集就會有 會說多些關於 魚蛋鴨 胡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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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說一些潮州的餅食 胡耳鴨鴨 還有趙州的糖水 我們下集 胡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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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就會回來說一件事 胡耳鴨鴨都分很多間 哪間 九龍城那間 九龍城那間 九龍城也有三間 一條街 九龍城那間 九龍城那間 是否最老的 鴨鴨 鴨鴨 下集還有 已經是 程商了 阿坤哥會教你怎樣打魚蛋 還是擠魚蛋 不是呀 我教你擠魚蛋 魚蛋我教 擠魚蛋我學 我不想你 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差不多要休息11點 臨酒前播了 還有那條片是說 卡片show 看看怎樣保育潮州文化 此時再回來 下星期三 再見 大遠一朗 拜拜 拜拜 多久 香港不是很多間 老闆說以前有很多格杰 但是現在不單止格杰 連一般市民都少了光顧 其實潮州商店有很多特色的成品 好像這一個就是潮州的月餅 可知因為成本上漲 他們經營月餅成分 我教育局長希望一年後 送給兩三個月租金 我說不要送給兩三個好多月餐 不要送給兩三個好多月餐 不要送給兩三個好多月餐 鹹姐就特地逐了騷服獎來看看 你就吃得滋味了 但你們再不出手 小店遲些分分鐘會消失的 超過一百萬的黨仔和小店經濟者 是承受不到 或者是沒有機會能夠享受到 經濟發展成果 原因就是經濟組成裡面 太偏向地產 太偏向一些政府喜歡的 某些森容的行業 他們的情況越來越霸 霸到香港很多小店 而且沒有生存空間 他向衛食蘇提議 將這裡變成潮州一條街 人更加多人到訪 阿蘇就說 潮州文化傳統優越值得保留 如果我們可以在旅遊方面 發展這些地區的文化特色 這些旅遊 我相信在海外來的旅行 會受到這些吸引 還說對香港食品有信心 加上有商品說明條例 保障食物安全 不怕地溝油事件影響出口 好嗎 杀理你 有多高貴 講低俗 我們清低 杀理你 有多高貴 講低俗 我們 8-0 有利無利 做你自己 低俗頻道 我低俗 敦我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